现在他问 如果我不要在地球表面逃出去 而是我飞上来这里 一定的高度 而这个高度是0.5R 所以这里到这里 是0.5R 中心点 去到中间 这个地球表面去到地球的中心点 是R 那么他们之间的距离就变成了1.5R 那么我们要算什么呢 要算Escape Velocity V V 这个是变成Sing的V了 我放V'了 Sing的V 它的Formula也是一样的 2Gm 除 现在这个R就变成了1.5R 那么 它的做法呢 这个是很麻烦 但是还蛮容易理解的 要做第二种给你看啊 第二种会更快的 更好做 然后 你把这个E over 5拉出来啊 它会跟Square一起拉出来 它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右边这里呢 招炒 然后因为这一个东西刚好是Sing 把它丢进来 然后答案就出来了 麻烦了哦 但是还是有答案的 这是我以前做的法呢 你就会算到 8.98 第二种方法呢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我们用数学的方法 就是你Form5学的数学啊 你可以当作复习一点点数学 就是我们在第一课学的 我们的眼睛哦 因为我们同样是在地球表面 出去 所以我们的整个Formula里面哦 只有这个Escape Velocity 跟R在改变罢了 我们先了解一下 这个V跟R之间的关系 因为它们是松上 你把这个Square分给上面下面啊 它就会变成这样了 V等于 Square 2GM 就Square R 然后你会发现到 这个V跟Square R 它们是松上的关系 V is V berkada松上 跟Square X 然后 我讲了嘛 把这个Symbol 你换等于补一个K给它 然后用了 把这个除Square R搬上去 变成Square R 把K变Subject L 这个东西 repeat两次 放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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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那个 你就想下我们有什么Concept 我们的V1 如果你的R1等于大字母R 那我们的V1就变成了11 OK 现在问题是我要找V2 如果我的R2变成1.5R 同样的问题嘛 对不对 距离变远了 我就把它丢进去咯 V2啊 V2不懂 照抄 R2叻是1.5R V1叻是11 R1叻是Square R 这Square Rhoot给左边右边哦 它就变成这样了 然后你会看到这两个一样哦 不掉 把这个Square一点 我搬去右边就变成除Square 除Square一点 然后答案就出来了 一样答案 8.98 所以答案是A 看你要用哪一个方法 一个是普通数学的方法 很好用的 inversely 这些directly 全部可以用 或者是你觉得右边这个比较容易 也可以 这个是第 对啦 这是第9的 那我们挑一下 如果你的东西要炒 你要跟我讲吧 我们看 我看对不对先 Double Confirm一下 第9 第9 OK A 来下一个 第10 which autopolar statement is correct about liquid in blast termometer 这个还好吧 他讲哪一个是对的 就是这个 Termometer里面的那一个液体 哪一些是对的 首先 Termomet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thermal equilibrium 肯定对 因为它就是通过Termic equilibrium 来去测量 你的温度是多少 因为那个液体会一日膨胀 一日收缩 所以当那个液体跟你的那个嘴巴 或者是哪里哪里都好 你量温度 量到一样的话 量到 它会膨胀一定的一定的那个速度 来拿到那个温度 所以它一定也是要通过Termic equilibrium 第二个 Mercury is used in the thermometer because Mercury is a good heat conductor OK so far so good 这个还好 但是是不是因为good heat conductor 我们先放这些 但是E肯定对 所以我们E先够先弄 但是E对的话 2就可能对了 这样子2就一定对 没有Mercury是液体 它是 液体 但是它是铁的 所以它导入能力很好 第三 Smaller diameter of capillary tube Diameter tube capillary 这就是要讲到关于你要怎么样去增加Termometer的这个Termometer 它的那个Sensitivity 我们大概有这种方法的 你可以参考回去 但是我大概想一下我记得那一些 它总共有三个 OK 还有第三个我也忘记是什么了 我记得有两个 因为所有的Termometer 它下面都有一粒东西 这粒 这一粒 这个东西 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Diameter of capillary tube 就是Tube capillary 其实就是里面这个框框 里面有洞的 里面是装着Mercury的 它里面这只东西要幼一点 Diameter要小一点 因为越幼的话它就会越Sensitivity 很Common sense 对不对 如果你用水草 你用粗一点的水草 你细上来 但是如果你用小一点的水草 你用同样的力细上来 你会发现到 小一点的水草 细上来的水比较高 但是大一点的细上来比较低 对吧 同样的力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跟膨胀速度有关系 因为这一个Mercury它膨胀 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越幼的话 它上的越快 就变到它很Sensitivity 所以这个很正常的 第三个肯定对 所以这个问题就在第四个了 还有一个方法的 第二个方法 也就是下面这里Mercury用少一点 还有它的那个Wall也要薄一点 你可以看回去第四个了 这个在 找给你 分4 第四个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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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ubes Capillary But the diameter 比较更小 Capillary Tube 就是 with narrower ball 薄一点点 它会比较高一点 看 它就会增加它的那个Sensitivity OK 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 Glass bulb with a thinner wall 用薄一点点 因为它传导能力会更好 它就变得更Sensitivity 用薄一点点 马来温的话 叫做 Burbuli Kaccha 也比较更高 第三个 Burbuli 比较更高 用少一点点 对吧 因为少一点的话 它温度上升越快 它膨胀越快 你可以这么想 所以它就更Sensitivity 你水要煮滚 你用少一点水很快煮滚吗 你用多一点水很难煮滚的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用 Burbuli 也行 叫做 就是后面那个东西 然后 一二三 第四个 Termometer can be used Without calibration 不需要调整 就可以直接用 要看我 Pre-Calibrate 这个要看我 这个好像不太确定 Whether A或东西 这样子 我看答案 OK 我看答案 这个 才应该是 不需要Calibrate 这个 不需要Calibrate 所以答案是A 所以答案是A 然后接下去按 我们看 OK 第十一 你们做 可以做的就按举手 这个可能拿一点点 好 那 我说 不是 有什么 有什么 这 我们 好 我说 是 我说 你 好 我说 我说 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然后我就给你温惜一点点 有没有啊 这算还蛮 蛮难一下哦 OK 来我做啊 先给你一个简单的复习先呢 总之每一次 所有的东西 它都会经历 solid liquid gas嘛 都会有 solid liquid gas 比如说这边它是 bubble价的固体 这里是液体 哎呀 我忘记这样写了 应该是液吧 哎呀 我不会写啊 liquid啊 还有气体 有温度差的 我们用mc theta 没有温度差的 我们用ml 有温度差的 我们用mc theta 没有的 我们用ml mc theta 给这些 我们这两个 我们这边就有两个formula了 一个是q 对于mc theta 一个是q 对于ml 这个q 我们都叫做 heat energy 就是日能 等它叫harbor ok 懂了这个东西了哦 我想一下它是什么 就ok了 其实还有一个extra的东西 就是p等于 sorry e等于pt ok 这一个呢 是等它个electric 就是electrical energy 它是用瓜色 乘mc 这个瓜色呢 它的单位是watt来的 mc要3 然后 你只要懂这两个能量就够了啦 大部分的时候是出这两个 kinetic energy 那些可能少一点点啦 如果是等它kinetic的话 你就想去form去咯 e over 2mv square 我没有看过好文 所以你可以管它 我们注重重点 就这两个 heat energy 跟电能 ok 这里也是没有电能 但是给你复习一下 那么我们看回这个问题啊 你会啊 已经够了 你现在你要烦的是哦 它到底是什么能量 转换成什么能量就好了 我们这边总共有两个object 一个是铁 一个是冰 ok 然后 它说 有一个铁 它100g 所以你一样一样 要把它换成 所谓的这个 SI unit先 就是0.1kg ok 所以 如果你看在铁 它是0.1kg 它本来是100度的哦 放在一个冰上面 而这个冰呢 它是处于零度状态 就代表这个零度 它已经达到它的溶点了 也就是说这个冰 已经准备好可以溶了 ok 所以 你要明白这个东西啊 等一下你会懂为什么 我会讲这句话了 铁冰10g的话呢 这个是0.01kg 它溶了 最后会把那个铁 降到去60度 ok 如果你站在铁的那一个 铁的那一个 那个东西啊 它会在哪里呢 你要去这样想 因为铁本来是固体哦 它大概在这个位置哦 因为它是冷却 所以它是反过来的 sorry 它是冷却啊 所以它一开始是100度 一开始10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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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 它没有讲 因为它本来就是固体了嘛 所以它就直接下来就可以了 来到60度 它不会凝固什么都不会 因为它本来就是固体了 所以它只会有温度差 对吧 100度到60度 我们可以通过左边这里 算得到它到底 損失的 要算它的能量 要怎么算呢 我们就是q的 mc大 ok m呢 是0.1 c呢 不知道 我们先造超C先 我这个分开做啊 你要怎样都可以了 dita呢 温度差 我们看它相差多少就好了 你不用比哪一个减哪一个 相差多少 相差40 所以你拿40乘0.1 对吧 40乘0.1 等于4 所以是4c c就是要你找的 因为它要你找这个specific hick capacity 就是c harbour sorry mortan harbour等度 如果你看在冰那一边的话呢 ok 现在啊 这个左边是logam 就是铁的 现在我看ice那一边 冰的话呢 ok 冰的话它会变热 因为它从 它会变热嘛 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里是零度 ok 因为它它特别跟你强调 它一开始已经是零度了 所以它已经在这里了 starting在这里 在这里 ok 然后它讲有10g的冰 溶掉了 对吧 也就是说有10g的冰 成功从这里 去到这里了 因为这里呢 是全部liquid了嘛 当你把那个冰 全部变成liquid了 它才开始上的 它才会继续上那个温度 所以它只会从这里start 这里end 它只讲它融完了吗 没有讲它融了过后 再上多少温度 完全没有 所以你只考虑这个阶段了 这一边呢 我们用ml 对吧 左边这里咧 是铁不见的热能 是4C 而右边这里咧 是冰块 它会得到多少热能咧 qdml M 10g L 刚刚这个3.34x15 这两个是不是要一样咧 就是铁不见的这个 不见的这个热能 一定是被冰收了 吸收了的 ok 因为它已经假设了 the other harboard 没有那个热能跑出去 所以铁释放多少 就代表冰收了多少 所以你就会拿到 这两个是equal的 4C 0.01 乘3.34x15 所以C的答案就出来了咯 答案是 835 大概是这样 就是mcd 可以打 ok然后 呃 地色一定要是 图达达达达达达达 嗯 好 继续 下一个 这个 这个我可以讲 因为它要无限 V跟T之间的关系嘛 那么V跟T有什么关系呢 它不是直线的关系 因为当你的日能 当你的temperature越高 疏忽越高 你的volume会膨胀 会越高 所以 只有boyboy 而且是直线的 一定要Kelvin 这是重点 OK一定要Kelvin 如果 真的突然间 我把这个T换成了Degrees Celsius的话 它应该要长到什么样子呢 要这样子 然后到减273.15度 273度我不懂啊 但是真正来讲是0.15度啊 你学校的话 好像不用管这小数天 减273 它会动到这个Absolute Zero 就是ZeroKelvin的那一个温度那一边 一个是Degrees Celsius 给这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记啊 你可以记一个formular罢了 我记得前面应该会给 Guest Law OK 它不给 非常好 它不给没关系 我们就记一个 就是这个 PV除T 等于K K是Constant 你记了这个东西了 过后 你就看它是谁跟谁直接去的关系 它要T跟V嘛 是不是 我就拿T跟V T上升 V也上升 它就变得了 它的Roost 就是Directly Proportional 那么你要记得名字咯 比如说T跟V的话 它是Gay-Luzak Law 然后你还要讲 比如说P跟T的话呢 也是一样 也是直线上升的嘛 所以它是 Presure Law Charles Law 这些东西你要记啊 到底是Gay-Luzak Law Charles Law 还是Boys Law Boys Law的话呢 是P跟V 对吗 P跟V 这两个呢 是P上升 V减少 这样子它才会Constant嘛 所以你画PV的话呢 它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Formular 通完的 而且这个Formular 还可以帮助你找到一些 一些有用的东西 比如说Boys Law的话呢 就是P1 V1 等于P2 V2 PV嘛 P乘V OK 如果你是拿V跟T之间的话 好像这个这样 V跟T的话 那么它Formular呢 就变成了V1T1 等于V2T2 V在上面 T在下面 只是你要make sure 这个T 你一定要convert 对吧 Degrees Celsius 换去Kelvin 才可以 最后一个我就不讲好了 OK 反正是repeat的东西 呃 要 所以这个 是Boy 最后一题 最后一题 第13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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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样都不会做啊 是不是很难呢 2021年呢 可不大了 等一下 我可以讨论啊 我来讨论啊 不过 before 讨论 我可以 不会啊 ok 我来讨论 我先问起一点点先啊 你可以写在上面 ok for wave 的话呢 我们会有两种 graph 如果你是 displacement time graph 就是Sara Massa 的话 你可以知道什么东西 ok 首先你可以知道它的 amplitude ok 这个是 amplitude ok 然后左右哦 你就看 这里到这里 它的单位是什么 因为它是时间 所以它是时间来的 比如说这里是0 1 2 3 4 那么它0到2秒 它就完成了一个波浪 所以它的tempo muscle period symbol是t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period来的 period 你可以写下啊 tempo muscle 就会等于2秒 就会等于2秒 对吧 它的symbol是t 那么t tempo muscle跟frequency有什么关系呢 它有一个formular的 t等于1 over f 所以你要找f的话 f就等于1 over t 所以1 over 2 看到吗 t是2 放进来 所以是0.5啦 ok 0.5 单位 for frequency 它的单位 是hertz 你可以用同样的concept 导在这一边 这个题目一样 ok 这个从下面到上来 这个是amplitude amplitude是5 没有问题的 但是它给 它没有告诉你中间这里是多少 but 它告诉你这边是0.8 0.8 它完成了两圈 两个colomban one two 所以一圈完成要多久呢 那就是我们的t 因为tempo muscle 或者是period 它的那个definition 就是time taken for one oxalation 就是一个wave 要多久 这边两个wave 和0.8 这样一个wave 就0.8除2 0.4 有了t 要找ft 1 over t 1 over 0.4 然后你就拿到1 over 0.4 就拿到2.5 hz 但是我再问西多一个东西 因为它不只会有displacement time graph的 它还会有第二种graph 叫做displacement 叫做displacement displacement distance graph 你要记得是一样的 完成一个波浪 左边右边这个距离是什么呢 你要看distance 因为它是看左右的嘛 distance distance是mi的 它是meter 长度 一个波浪的长度 我们叫做半降格隆帮 Wave length 半降格隆帮 比如说这是0 这里是1 那么它的wave length 就1meter咯 lambda等于1 比如说同样的问题啊 我有f刚刚是2.5 我是不是有了这两个 我就可以算它的速度了咧 因为v等于f lambda嘛 我又算得到那个波浪的速度了 f lambda等于2.5 meter per second 大概是这样啊 ok so我们 暂时停在这里先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啦 3点20分 我们看chemistry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14题 and so on 一题一题讲 然后 温习温习这样就ok了 ok啦 我们暂时停在这里先啦 等一下3点20分 我们看chemistry bye bye 这些字幕 对 有点 谢谢 有点 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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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有点 对